一直以来蒙古海军都是一个被人拿来调侃的话题 毕竟蒙古作为全球第二大的内陆国家 连海的边缘都摸不到 居然还设置正规的海军编制 实在是不可思议 目前蒙古海军的全部家当也就三条托船 其中能使用的只有一条两门炮 一台发动机 亲民海军士兵 尽管看起来十分寒颤 但心怀海洋梦的蒙古海军 还是执着的设立了旗舰 也就是唯一能用的那条托船 然而还有比蒙古海军更惨的 那就是乌茨别克斯坦海军 乌茨别克斯坦也是内陆国 同样不甘于没有海岸线的现实 它的北部是广阔的咸海 总面积和我国宁夏自治区相近 原来是世界第四大湖 最深处超过60米 乌茨别克斯坦军队一度被认为是中亚战斗力最强的 却唯独没有海军 1996年 咸海周边的内陆国纷纷建立了水上力量 于是不敢落后的乌茨别克斯坦 自然也得跟随时事 立刻从德国和阿联酋引进了第一批战舰 但由于士兵操作不当 直接葬身海底 2003年 壮志未愁的乌茨别克斯坦 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海军梦 重新开始组建海军 便从韩国和阿联酋 购买了一批舰艇和直升机 很快就弄出了两艘战舰 四艘扫雷舰 以及其他各型舰艇总计40余艘 作战人员超过2500名的强大阵容 涵盖了水面舰艇 暗机炮兵和陆战队 命中不是你的 注定不是你的 北催的乌茨别克斯坦 刚建立海军不久 就面临夭折的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险海已经快消失了 本来蒸发速度就快 前苏联饮水贯田 也加剧了它的枯河 再加上后来的人口聚增和工业发展 截止到目前 险海的面积缩小了74% 汽水量减少了差不多85% 蒙古海军至少还有点海 乌茨别克斯坦 现在苦心经营这么久 弄出了点动静 却没想海没了 对此你有何看法